司令 他来了 三伯伯 这么急找我有什么事啊 丁宝 你就不想见见三伯伯 请坐 上场 丁宝 我怎么听说 你派人偷袭了八路军 在黑虎山的根据地 还卤了一个 八路军的女娃 有这事儿吧 三伯伯 你不是在家养伤吗 怎么这事儿都知道了 若要人不知 除非寂寞为啊 走来 下去 三伯伯 来 尝尝 好尝 丁宝 你不说你在李万中的手下 只是混碗饭吃 不是真的当汉奸吗 这怎么的 八路军的人你都敢卤啊 老婆 你都伤好些了吗 那天的事儿啊 别跟我兜圈子 我要是没猜错的话 你卤这个女娃 不是冲着八路军去的 是冲着我余老三来的 对吧 说吧 想让我干什么 你猜猜 我没那先功夫 有话你就直说 只要你能说得出来的 我余老三就能做得到 我呀 想和三伯伯您换一样东西 你ЕES 坏东西 你该不会是要我余老三的脑袋吧 三伯伯 三伯伯就是聪明啊 怪不得玉蝎这么多刀客 就属你处理吧 这事简单 你把人放了 我把脑袋给你留去 我说三伯伯 我刚说完你聪明 你怎么又搞不错 你不就是想要我的脑袋吗 我要我的女儿 难道我理解错了吗 我刚导演一出戏 就这么潦草收场了 这不可惜了 你有什么花魂 你尽管是 我照办照演 其实啊 我是觉得你根本犯不上 为了一个不认你的女儿 陪上你的脑袋 那是我的事 这事你还真管不着 我喜欢三伯伯的爽快 那我说了 说 我保证葛云霄的安全 一定送他回十全寨 我姑且信你 至于你的脑袋 我可不想自己动手 逼着你是我的长辈 是让日本人看的 还是让李万中看的 这是咱们自己的事啊 何必让外人插手呢 我为你选了一个 特别适合的人选 你不是要遭见你娘吧 不 施采风没这个资格 你知道我说的不是他 你去哪儿了 摸到 你先进去 半哥 你看他手里拿的是啥 你去龙泉沟了 你去看赵郎中了 你小点声 你想让大家都听见啊 咋样啊 我就说嘛 我就 身子够没错嘛 不不不 老龙姑娘 你这 你嘀咕啥呢 你说真事啊你 三哥没和你在一起啊 没有啊 怎么了 三哥不见了 是啊 他自己出去散心去了呗 他这两天就嚷嚷着 在家待着憋屈 早想出去了 你散心也得分个轻重缓急啊 今天大家跟议事 那个丧文星许根子就来找他 两个人也不知道嘀咕啥了 然后许根子刚一走 三哥就后也就跟出去了 他去八路军那儿了呗 这八路军治好了他的伤 救了他的命 他早就说要去感谢人家的 对了 他也给八路军准备了一些 子弹和粮食呢 我去看看 帮助一下 这东西都还在 他应该也不是去 八路军那儿了 那能去哪儿啊 他这么大人了 还能丢了呀 不是怕三哥丢了 是怕让日本人给抓了 你们想想啊 咱们打着八路军的旗号 做那归孙李万中的买卖 那李万中和日本人 能饶了三哥 别说他那么吓人 你害我一个人 已经无所谓了 干啥还要伤你 葛家娘的心呢 他虽然不是你亲娘 但他带你 一点儿不比亲娘差吧 他省之俭用 供你读书 几乎是他一个人 撑起了你那个破烂的家 也是他 把你送到谷阳 让你读童子军学堂的 要是没有他 你连要饭你都找不着门啊 你仔细想想 他哪一点他对不住你啊 我学到他对不得好 那我不认 就不是他砍你的脑袋 是你砍他的脑袋 我是看出来了 你那心哪 真不是肉胀的 这都跟三哥不是人的 不是说你云老三的心 是铁柱的吗 没得商量 商量 你把我和娘赶出去 都是跟我商量过 你和葛大妮一起 保护共产党员 把我逼得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的时候 你跟我商量过吗 你把我赶出余家池塘 余家嗓门出力的时候 你跟我商量过吗 这位长官啊 杀人不过头遍体 我把脑袋都给你了 你就不能通融于家 这不是做买卖 没有讨价还价 就一条路 你自己点亮吧 你自己点亮吧 你不想将手挖没人了吗 三伯伯 以为我了解你的身手 你还带着枪进来 你觉得我会怕你吗 你不是想象手啊吗 我给你带路 你去哪儿啊 石门镇 石门镇 那是日本人在地盘 就离邦店我也得去啊 我听说 日本人爱砸名火 而且还是对 余老八 你巴不得我被日本人 砸名火是不是 不是 我不是这意思 我不是担心你吗 那你咋不担心三哥呢 他万一被日本人抓走了 咋办 他要真被日本人抓走了 你还能救他呀 我陪他一起死 他都死了 我活着有啥意思 老爸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没有别的意思 你别往心里去 早上三点啊 那个 如果我和三哥 都被日本人抓了 你先救谁啊 肯定要救三哥呀 好人不偿命 慕海活千年 我肯定没事 好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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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余老三这辈子听到最好的消息 都听了啦 回头去我们家 我请吃饭 好 媳妇 张脸 真叹娘张庆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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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安政委 查到了 云霞同志确实被余定帮给抓了 关在卢村 余定帮的团部大院里 里面的情况莫清楚了吗 基本清楚了 戒尾森严 很难进去救人 余定帮从小就在古阳的童子军学校 接受严格的训练 是一个难对付的家伙 是啊 想办法 一定要想办法 是 还有件事 说 余老三也进卢村了 余老三 是 都是 她们在旅行 黑 这 第五天 你 是 她们在旅行 还是 有 你 说 这 你 吗 这 这 你 我 这个 我 孟哥 这都跑了一天了 回不歇着吧 我 我不累 这伤还没康复呢 月儿啊 来 你来 来 来来来 坐下 月儿啊 我求你件事 你帮个忙去吗 啥事你说 你看 这爸陆军不是救了我了吗 咱们得感谢人家对吧 你带着七叔老五老八 把咱准备好的那些粮食啊 担药啊给他们送过去 这事得你去 你得亲自感谢人家 我让你去你就去 嗯 现在就去 现在就去 这爸陆军的根据地啊 在黑湖山一带 我估摸着 这老白应该在龙泉沟呢 我知道啊 我刚刚去过龙泉沟 我还看见儿童团了 那就更好了 嗯 你见着这儿童团 你就能找着爸陆军了 嗯 你见着老白 你跟他说 石泉寨 是铁了心 跟爸陆军抗日了 以后对兄弟们 好一点 啊 这话还是你亲自去说合适啊 你说你就说 行 说就放手 这路上 多留一小鬼子 嗯 嗯 月儿啊 那我刚才就在想 打你嫁过来 有十一年了吧 啥记性啊 十二年了 都十二年了 这一会儿真快啊 十二年了 我都没好好待过你 想想我都觉着亏心的 你现在还觉得亏心啊 你这心里啊 只有打你了 就给我留了 那么一点点的空间 还是我自己 死皮赖脸球赖的 哪有话 那从现在开始 把他们都 全 全都赶出去 行吗 那他呢 还有谁啊 我孩子 对 那个 对 我 我 以后留给你们俩个 好不好 嗯 王哥 嗯 其实啊 其实我没有那么贪心 我只要 你给我留五分之一的位置就够了 其余的 嗯 你还留给大妞儿 嗯 莲花姐 还有收啊 好 月儿啊 真是我的好媳妇儿 你是个好女人 去你的 这怀了孩子就是好女人 不怀孩子了我就是冷板凳 谁让你错冷板凳了 咱俩给孩子起个名吧 好 这才啥时候就起名 择日不如庄室就劲 我想想我儿子 咱得起个男娃的命 那你咋就知道是男娃呢 那我媳妇那么出气 老天爷肯定得给我个男娃 行 那我回来再说 别别别别 别回来再说 让我琢磨琢磨 我想想 安国 驱除大陆 安定国家 好不好 安国 安国 宇安国 宇安国 龙哥 东西我们都装好了 我们去了 饭在火上热着 你别忘了吃饭 走啦 月儿 好 今儿这身衣服 好看 那偶人呢 更好看 走啦 走啦 老爸媳妇儿 老爸媳妇儿 我在呢 你说吧 那个 一会儿你去我那儿一趟 我有点要紧的事跟你说 好 好 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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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晨呢 老爸看着呢 怎么了 坐 找我啥事啊 让你坐你就坐 跟你说点话就那么费劲啊 那你咋啦 你咋合成这样啦 我跟你说了 别急啊 走 好 好 我虽然是怎么会打得出来 没什么 好 我估计 海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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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啥 你不能去 我一定要去 你就这么去了 你就这么去了 不但救不了蛇王 还得把自己命打上 大不了我跟他拼了 我跟他拼命还不行吗 你自己不要命也就算了 你还想让孩子陪你 那我咋办 我去给他磕头 我去 我去给他下跪我求他 还不行吗还不行吗 不用的 听帮这孩子丧心病狂 我没人性了 你要想让蛇王活着 我必须死 不能死 那咱们呢 咱们眼睁睁地看这蛇王死 咱们得想法求他找八路军 行不行啊 没用的 你就是派千军卖番马过来 那也是白搭 没等咱们打进去的 这处上就得拿十二开刀啊 他那儿啊 我这别的没做啥好事 杀过人 抢过东西 说是恶怪满营的过了些 但要说罪有应的 那不过 我这老天哪 他眷顾我 要我认识了你 还让咱们俩 还让咱们俩 有了自己的孩子 这么 月儿不也有孩子了吧 我吃了 要说遗憾哪 我就是想再抱抱这孩子 能听他亲口 叫我一声爹 我让你死我了 你看你啊 能为孩子做点事 那是我的福气 你想啊 要是哥平常 他就是饿死了 他也不会吃我一口东西 他就是冻死了 他也不会穿我一件衣服 现在倒好 由不得他了 他就是不认我这爹 那也得认了 是不是这个脸啊 这是打着灯 他都找不着的好事啊 要死 我跟你一起去 一死了有啥用啊 那 谁给那畜生送人头去 谁就咱闺女啊 他女儿啊 别说傻话 也别干啥事 我要你跟舍儿 好好地活着 记着了 明天太阳出战之前 别说了 我不干 我不干 听我把话说完喽 你要是真把我脑袋送去了 我估摸着 这时间债你也回不来了 那个是我这辈子 一半的积蓄 我留给你 另外一半 我给月儿 你要是把十万救回来了 就去找你哥 让他赶紧给你们送到延安去 以后你们就跟着八路群 跟着共产党好好过日子 好 雨花龙 你这个王八蛋 你死了我可咋活呀 你说你让我咋活 这辈子你不是我命里的男人 你是我心里的男人 我这心里的男人死了 我的心就死 大女儿啊 你到今天 你到今天 我亏欠比太多了 下辈子 下辈子 我们俩一定要在一块儿 我不但要做你心里的男人 我还要做你命里的男人 你不是我 记住了 明天太阳出山之前 一定要跟她录错 你干啥 你干啥 谁 刚哥 是我 老爸 我去吧 真是架个手牵了 能不能跟老公说 不能跟人家合拥有没有 见见了 见了 三哥 有事啊 大妞也在啊 三哥 爸 我刚才啊 碰见一个饭酒的朋友 我喝了他两瓶酒 晚上咱俩喝了喝 谁这样 爸 你也知道 我这肚子里的酒虫 是个急性的 大妞她平时不让我喝酒 我拉着三哥当灯箭牌 她就不敢说啥了 三哥 走吧 行 大妞 走 大妞 走 你这手咋的了 告诉你小心点 我这媳妇就这样 办事毛毛躁躁的 走吧 走吧 快 回家 快点 师兄 班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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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定王太狡猾了 他加强了卢村四周的警戒 把三个营的兵力全调来了 于老三呢 于老三走了 走了 今天下午走的 应该是回十全寨了吧 在这个时候 于老三能放下蛇娃的生命不管 这可不像于老三的做事风格呀 许甘子 是 你马上到十全寨去 告诉于老三 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更不要做傻事 是 好 三哥 大妮受伤了 我就胡安闹闹个小菜 你尝尝 来 大妮您也尝尝 来 咋样 好吃不 嗯 这有了好菜啊 得有好酒 三哥 上好的高粱烧酒啊 你尝尝 来 大妮您也来一杯 来 我媳妇啊 一看见我喝酒就不高兴 你看你看你看 这脸黑的 还跟那包公似的 好像有人欠他两百点钱 还是我聪明 直到把三哥交过来 做我的挡箭牌 来来来 喝点喝点喝点 尝尝 来大妮 三哥了 我老爸这辈子呀 就是没出现 这吃喝嫖赌坑蒙拐骗 我啥都干 要不是三哥你照着我 我他年轮都死了八百回了我 大妮自从来到这家 还真把我给震住了 那些治不了的毛病 全让他给 要怎么说这个 墙中自由 墙中守 一山更比一山高呢 我说些实话 这男人之中 我最佩服三哥 女人当中 我最佩服大妮儿 我余老爸 子大 从娘胎蹦出来 就不是一盏省油的灯 你们俩 是我可行 也是我就行 我老婆喝了 不行不行不行 三哥 我得敬你们俩 一个是我的好哥哥 一个是我的好媳妇儿 这辈子我能碰见你们俩 这儿了 这儿了 老婆 虽然咱俩是亲个脸 但能在一块儿喝酒的日子 那并不多 有好些话呢 我早就想跟你说了 可我一直憋人 他就是说不出口 你倒是说呀 那小时候啊 其实好些炕啊 那是我尿的 我趁他睡得死 我就把他拽到狮子这边 然后我睡得干的那头 结果呢 害他挨了好些打 还有呢 三哥知道那祠堂里的贡果 不是你偷吃的 因为那也是我干的 三哥 我又知道是你干的 但是我跟别人说呀 没人信啊 媳妇儿 你觉得我冤不冤枉啊 三哥 你得自己发一个 我我 陪你喝一个 四哥 的 来 来 来 三哥 锁着呢 三哥去哪儿了 三哥的病一直都没好 他应该在家 他不会又去庐村了吧 不会吧 我一直都在这墙上呢 没看见他出去 走 快找找 走 三哥 大妮 不好意思 我这坑蒙拐骗的毛病 总是改不了 又惹你们生气了 不就是去庐村救蛇娃吗 把这事儿交给我办吧 我是丁邦他爹 贵孙要是敢不听我的话 我就把他脑袋给拧下来 救出蛇娃以后 我不打算再回事圈了 或许跟着八路抗日 或许 会走得远远的 到一个没有人能找得到 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 早生就拜托你们照顾了 你们才是真正的一家人 放心 不许 我与老八不会再做 舅舅不亲老了不爱的混蛋了 我要挺直了腰杆做人 做一个真正的爷们 有 一 来 站住 干什么呢 我是他爹 于团长有令 今天任何人不得擅入 明天再来吧 少他娘子跟我废话 当爹的见儿子 还要选时辰啊 去 把于丁帮给我叫出来 让他亲自来接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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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长 应该吃饭了 我不饿 我妹妹那边怎么样 您放心 我都安排好了 有军医二十四小时看护 团长 于老三会根据你的意思办吗 他可不是个善茬 不会为了一个女拔路 你们不了解我三伯伯 他是个宁愿死 也不会丢脸的人 那 葛大妮呢 他会看着于化龙死 除非他愿意看着 自己亲生的女儿死 喂 知道了 他咱们 你红桌 否则 我嫁人 不是